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七掌柜 这是第二次带大家来到林口的竹林山观音室 因为上次来访时是冬天 因此这次特别选在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 带大家来看看春意盎然 完全不同风貌的竹林山观音室哦 未经许中间还不会去旸 场合唱 未经许中间 succeeded 未经许中间的吃饭 Scharam principio 公共语�ete 竹林山观音室坐落于新北市林口区 整体为山落七近的庙宇建筑 第一落为前殿 第二落为拜庭 第三落为主殿 在第一落前殿区 我们可以看到共开有七门 站在庙城这里 第一眼看过去气势磅礴 但在近看了第二眼 却又透露出一种典雅优美的古风气息 尤其是在春天樱花盛开 色彩缤纷的季节 树木花草绿意盎然 无论是真的庙城 庙口 或者是庙的周遭四处 放眼欣赏望去 都看得到樱花遍布 真的让人有心旷神仪 无比舒适的感觉哦 有难怪有非常多的游客 都选在这个时候来造访拍照 而进到第二落的拜庭区 我们可以看到整间庙 全都是以木材结构建造 而且听说这完全没有用到任何一根钉子 全部都是用卡榫结合而成 真的可以说是巧夺天宫 站在这里我们很难不被这四根 非常宏伟的千年块木援助吸引目光 这其中有一根听说还是 观世音菩萨清选回来要担任 庙体资助的哦 原来是当初在建造过程中 由于在台湾只收楼到 三根千年块木还差一根 因此庙方特别远路从洋到日本采买 据闻这根块木的拥有厂商 其实原本已经准备将这根块木 切割成其他产品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电锯一切下去 电锯就马上发生故障 试了很多次就是无法做切割 后来就遇到了庙方人员寻访来到 也顺利买回来作为建庙正殿神柱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呢 而在拜庭区向周遭上方看区的屋顶标示 是不是看起来也是金碧辉煌 金光闪闪的 听说啊这些金色的部分并非是用金漆涂上 而都是使用纯度超过98%的金箔纸 所装贴敷上去的 总计使用超过5000万张哦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竹林山观音室拜拜 一定要站在这里 感受一下四面八方贵妻逼人的感觉哦 另外在拜庭的中间 竹林山观音室还有全台首件 四至500万装设的环保香炉 直径约126公分 重约3500公斤 内藏暗管和抽风马达 可以将烟雾往下抽出 让来参拜的信众烧香的时候 不会再收到香烟 熏到眼睛导致蒸不开 或是避免吸到过多的烟 而导致各种的不舒服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再到第三路 就是我们竹林山观音室的主殿区 圆通宝殿 里面供奉18首观世音菩萨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大尊18首观音神像 是后来改建时以金箔夫金打造而成 而当初从福建静江全安龙山寺分林来台的古神尊 则是供奉在前方 这可能应该也有将近快300年的历史哦 给大家看 福建靖江全安隆山寺 也称安海隆山寺 已经是座千年古庙 在台湾有许多观世音菩萨 也都是由此分铃而来 像是台北蒙甲隆山寺 淡水隆山寺 鹿港隆山寺等等的 这些几乎也都是百年古庙 有机会七掌柜也会再带大家 到其他各地的隆山寺 向观世音菩萨拜拜 感受观世音菩萨的神恩庇佑哦 在这边七掌柜也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想接收到掌柜拜拜狗的上片通知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关注起来 这样就不会错过咯 至于其他各店的凤氏神尊 因为之前有带大家看过 就不多做介绍了 这次就来带大家多看看不一样的竹林三观音室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点选这集来看看哦 而在竹林三观音室侧边旁的文物展示室里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座非常精致细腻的木雕建筑模型 这是用红木以20比1的比例制作而成 整座模型非常非常的精细 也能让我们完全俯瞰整座寺庙的庄严宏伟 而在一旁也有当初建造的古树神木 是特别保留部分在这里展示的哦 传闻在日据时代受皇民化运动的影响 许多庙鱼的神像都受到破坏分会 但竹林三观音室的观世音菩萨因显现神机 医治好当时得到观节炎 而差点半生不随的日本警察 日本警察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神机护佑 就也愿意设法保护观世音菩萨神像不被破坏 并且仍受村民的侍奉参拜 因此也才能让我们至今还能看到 有百年历史的精神供奉在大殿之上 你还能够取出来吗? 主林山觀音室特別播出部分的廟地 建設成主林山公園 在這裡有小橋流水、天格雕樹、植樹花草 尤其是在春天時櫻花盛開 搭配著古典優美的廟宇建築襯托 實在是讓人看得美不生收 這也難怪有人稱這裡為台版的小京都了 在節目最後也帶大家來欣賞櫻花美景 有機會大家不妨也來親自感受看看喔 小橋放在樹上 南瓜大陸 雪花和芝麻 嚇雞城 雪花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也喜欢掌柜拜拜go的内容 也欢迎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有你的支持我们会更有行动力 带大家拜拜go 分享更多奇葩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